世人耶穌基督是佩得一切榮耀 坐在白色大寶座上的君王 感谢天父上帝奇妙的恩典 透过基督耶稣在神家上 永远的宝血所带来救赎的大能 以至于我们能够与天父和好 感谢天父用慈爱持神爱所 将我们精进地抓住 让我们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 以感恩的心在这美好的早晨 再次预备我们自己来到圣殿 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 哈利亚赞美主回復这一整年 喜乐有时 悲伤有时 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 是主心自陪我们走过每一个高山地步 使我们还有生命活气 可以来到主面前 可求主持续待我们身处在这末后的世代 纵使有许多的不平静不安稳 以及不容易的时刻 但求神将他除了意外的平安 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只能知道神使我们在 末后的日子里面犹如指望 叫我们一无挂虑 刚强壮胆跟随主的脚步 展望2018年让我们持续长小的喜乐 补助于祷告 凡事谢恩看重神的话语 与神保有紧密的连结 我们将弟兄姐妹在新的意念里 尽以爱主你的善意 这是戒命中的第一 解释最大的 你自己也想法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戒命是必把汉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干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今天有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在铁撒罗尼加前书 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一个地方在菲利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我们先来念铁撒罗尼加前书 我们一起来 要常常喜乐 补助于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指引 我们在耶稣里比书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了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愿神亲自用和话语来 祝福我们的每一天 以上讲道时期 我们交给张同轩传道师 祝福我们今天所会讲的是 俗算恩典